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都是真实的 昏暗的灯光下 一位官员正在服案阅读 他名叫喜 在秦国南郡安禄县任职 这是一位勤奋的官员 他必须熟知国家的法律条文 因为他从事的是与法律有关的工作 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 多年后 46岁的喜去世了 喜生前喜爱的大量法律文书 也一同陪他存放在官室 斗转星移 就在1975年的冬天 人们在一字偶然的机会中 揭开了这个尘封地下 两千多年的巨大秘密 1975年冬天 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萧里大队 正在利用东咸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农民在县城西郊火车站附近 开挖一条排水渠 在铁路西边准备 因为这地势比当边的低洼 到雨季的时候经常烙 所以他就修了一个排水渠 12月的一天傍晚 一位农民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了火车站附近 鲜洼的排水渠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只见一段青黑色泥土 出现在眼前 这种泥土同排水渠裸露出来的 其他泥土不一样 更加令人疑惑的是 就在深约三米的排水渠中 青黑色的泥土清晰地呈现出一个四方形状 很明显是人工所为 这一偶然的发现 让这位农民感到疑惑 难道这是一处古墓葬吗 青年农民迫不及待地挖了起来 他一看那个墓葬的那个地方 那个水渠的地方露出的那个墓葬 他说这个旁边的这个青高泥 就好像是原来我们前两年 在大坟头挖的那个古墓的那个青高泥 就是差不多的 大坟头墓地是云梦县城外的一处西汉墓地 在云梦县城较外 分布着众多春秋战国时代 以及秦汉时代墓葬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这里进行过多次发掘 许多农民都曾参与过田野考古工作 因此对于古代墓葬的特征有所了解 这墓地一挖上面填的土是五花土 底下下去就是青灰泥 他一看他挖起的时候挖出青灰泥来了 他一看这底下是不是个墓葬 他就中午不回家吃饭 他接着往下挖 挖到墓葬板 就马上到县文化馆去报告去 果真在排水渠中发现了古墓 农民把发现古墓的消息 立即报告给了县文化馆 接到报告后 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连夜赶到现场查看 马上连夜就跑到挖掘的那个现场 一看就继续一刨 一刨果真 就是一个完整的果盖就出来了 高兴得不得了 就马上向上博物馆报告 地处江汉平原东北原的云梦县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这里地势平坦 水源充足 适合农耕于烈 早在春秋时期 楚平王让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楚国中兴之王 楚昭王 在这里筑成 顾名楚王城 吴楚征战 楚王城成为楚国同吴国对峙的前哨 楚王城有过辉煌的过往 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考古人员在云梦县城周边 出土了大量从商代到秦汉时期的文物 两千多年来 楚王城烟火不断 今天的云梦县城依然环绕着楚王城 因为云梦县丰富的文物遗存 一直以来都受到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的重视 当接到云梦县的报告 湖北省博物馆立即派出两位考古队员 赶赴云梦 一位是陈恒树 一位是陈振郁 11号末 也就在这 附近 然后当年我们发街的时候 就是正好是冬天 所以整个地貌虽然有变化 但是地点在这里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陈振郁和陈恒树赶到古墓县场后 发现农田里有许多座古墓都暴露在地表上 所幸的是古墓并没有被盗掘过 县长齐道的长度有三十米 我们在这个三十米里面看 壁上还挂了几座墓 然后在考古看探 总共在这个齐道的范围以内 发现了十二座墓厂都是比较小型的 那么看探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开工 临时组织的考古队 由陈振郁和陈恒树带队 队员是湖北校感地区 一工一农培训班的学员 学员都是由回乡知识青年组成 考古人员进入古墓群发掘现场 首先对古墓逐一进行编号 北边的话就是一二三四过来 然后有些我们统一整个编个号 按顺序先把它挖开了以后 整个墓口开了以后统一编号 税虎地位于云梦县城观西郊 原来是高于周围平地的一个山嘴 经过平整土地已经成为一块平地 墓葬较较为密集地分布于税虎地山嘴上 江汉平原的冬天并不寒冷 因此古墓葬覆盖的土层很容易挖掘 加上墓坑不是很深 发掘工作进展很快 当时你这批墓葬四二过的话 都是小型墓葬 没有封土堆也没有墓道 那么四B的话 它就是都长方形的 四B都比较垂直地往下 口子比较大 底部比较窄一点 几周后 当考古人员发掘到七号墓的时候 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果市门楣上刻有 五十一年曲阳图邦八个字 七号墓里写的 曲阳四五邦 五十一年 当时这个营兵这个小地名叫曲阳 安禄曾经是楚国重镇 两千多年前 秦将百起沿汉水南下 直入楚国腹地 攻取了楚国都城影 安禄也在这一年 被秦军攻破 纳入秦新设的南郡馆下 五十一年的文字出现 让考古人员十分兴奋 结合出土文物 考古人员确定 五十一年是秦昭王五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五六年 在南方 这一年秦国修成都江燕 在北方 秦国正按照远交进攻的策略 对临近的韩国和赵国发起猛烈进攻 考古人员发现 这批墓的藏具都是一官一国 由于用清灰泥密封 藏具绝大多数保存完好 棺果的构筑方法基本相同 属于秦代墓藏 彩绘陶器 漆木器 铁器等一批珍贵秦代文物 被发掘出来 这是睡虎地九号木出土的 蒜头壶 属于典型的秦代器物 壶口的绳索依然完好如初 这是彩绘变形凤鸟纹七元盒 木胎 挖制 彩绘凤形七勺 扫体挖成缝身 扫柄雕成头颈 用红鹤漆绘出缝的眼 鼻子 耳 以及羽毛 这是碱形弧 因气形似残碱而得名 当考古人员清理到十一号墓葬时 发现这座木木坑明显比其他木坑大 也是长方形数学土坑木 与以往发掘的楚木不同的是 木坑四周有角窝 但它这个墓葬有很特殊的地方 在墓的四壁的话 有六座墓 这四二座里面有一半 在拐角地方都有角窝 就是上下墓坑怎么上下 它就是通过踩着角窝往上 绳子一拉 踩着角窝就上来了 所以它这个东西在咱们汉墓跟储墓没见过 十一号墓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土坑木 坑土上部为五花土 厚达1.1米 下部是青灰泥 厚有两米 木坑田土经过层层夯打 十分结实 碎虎地十一号墓发掘工作 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木坑深5.1米 木中有果室 果室封闭严密 果室内仅有积水 这种清水木在考古发掘中不多见 说明当年果室密封的非常成功 揭开果室盖板 考古人员发现 果室内有官室和头香 头香上层是铜器 陶器等 底下放漆木器 就在清理十一号墓果室的头香和边香时 围观的人们踩塌了一方图 砸断了木坑内的棺盖板 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一次小小的意外 竟然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975年12月26日早上 考古队员踏着原野里薄薄的冬雪 来到了睡虎第十一号墓葬发掘现场 当清理完木坑的积水后 陈恒树正在边香清理器物 他注意到 站在木坑边的一个年轻人的水鞋上 沾着一片小竹片 惊艳告诉他 这可能是文物 他也凭他的威望 都不许动 站着不许动 他就马上从上面 跑到下面去看 看那胶鞋 发现胶鞋上面 有这么长 一个竹片 木坑里突然出现了竹片 让考古队员一头雾水 这个竹片是什么呢 这就奇怪了 锅里面没有 棺子还没打开 为什么会有一个竹片 站在胶鞋上面 它在棺材里头 肯定有名字 陈恒树从年轻人的脚底下 取出了那片小竹片 清理过后 发现竹片上 竟然清晰地写着字 这显然是一片珍贵的竹片 昨天围观群众踩他的土 砸坏了墓内棺里的竹片 发现了写着古字的竹片 人们兴奋不已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挪开 被砸坏的棺盖板以后 顿时惊呆了 一句人骨驾掌 散乱着堆满了竹片 它的枕部 脸的右侧 肩膀 右肩 以及整个身体的右侧 固满了一束一束的竹片 其他的竹片都比较完整 保存得相当相当好 竹片的发现 让在场的考古人员感到十分兴奋 但又犯难 如何清理这些竹片呢 竹片在水里已经浸泡得十分柔软 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竹片 满满的关都是竹片 怎么办 因为当时在工地里面是大雪 刚下过大雪 而且这么多的竹片的话 如果你在工地清理 陈振郁决定 将棺抬回云梦县文化馆 再进行整理 以保护竹简 赶快到木材厂去 打一个尺寸比关 这个手艺长宽一点 四边长过十来公分 然后加固 同时工地里就把那个 关的撕壁板打掉 云梦县文化馆 距离税虎地勤木的发掘地点并不远 考古队员用肩膀扛着指榴棺底的棺材 一路运回了县文化馆 然后就开始撒水 就要撒个水 怕它干了 上面再搞上了海绵 再搭上了塑料布 税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许多竹简 一下子使这个小县城热闹起来 人们纷纷猜测 墓葬里到底出土了怎样的宝贝 有的人说比古诗还重要 此时人们并不知道 一个消逝在历史长河深处的秦代 不经意间 因为这些竹简的发掘 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让考古人员感到迷惑的是 随观放置的随葬品 多是金银玉器等 墓主人生前喜欢的贵重物品 税虎地十一号墓主人 将竹简置于身边 说明这些竹简对它十分重要 墓主人为何将这些竹简带在身边 竹简的内容是什么 带着许多疑问 考古人员开始了竹简的整理工作 首先就要把这个竹简 要剥落出来 陈恒术是有经验的 陈恒术马上就 第一是不让贤人进来 第二就是清理这个竹简 这是当年竹简整理人员 绘制的竹简分布图 根据竹简在墓主人身体 头部 腹部 足部等不同部位 将竹简排列标号 并分成甲 仪 柄 钉 钉 物 己 庚 心 八足 后来知道 墓主人头部枕的竹简 是最重要的边联记 记录秦统一六国的大事 以及自己的履历 当时陈恒术就是从头骨 后边一直一直地把简清出来 怎么个清法呢 用一个镊子 把它轻轻地一根一根地捏出来 工作人员按照竹简出土编号 摆放竹简 并在清水里用毛笔将竹简 一一清洗干净 经过清洗后的竹简 显示了原来的模样 竹简上写满了文字 只见在简的上部 中部和下部 人们发现有三道绳痕 显然 竹简在当时是用三条细绳连接成侧的 现在看到的竹简 已经散乱 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就是尽可能按照原来竹简的顺序清理 以便于以后的试文 是你图上的第几号 必须图跟书对上了 报上号 之后写上这一简是第几号 1976年新年刚过 一个中年人怀着急切的心情 从北京赶往湖北省云梦县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 因为云梦县竹简出土数量多 整理难度大 湖北省文物部门紧急请求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进行协助 李学勤此行的目的 就是对出土竹简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首先带我们到墓地 那么到墓地以后回来就 因为李先生说要尽可能找的照相 找到照相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那个找出来的智能比较清楚一些 就是他起码还没有受到损失 因为这个简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以后 他自己要编淡的 李学勤等人来到云梦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竹简拍照 防止竹简出土后发生意外 在云梦县医院的暗示里 出土的竹简被全部拍照 简照他很顺利就读了很多 而且他就断定这是琴带的竹简 记录是琴带的事 李学勤很快读出了这批竹简的主要内容 同时他也被眼前这些琳琅满目的竹简惊呆了 第一次看到琴简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那个自己啊清晰如心 那个内容是丰富 新奇 丰富值得多 新奇值得这些内容以前没看过 大家都感到那个十分震惊 云梦睡虎地墓地出土的是琴简 令人喜出望外 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琴带竹简出土 后来人们发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堪称是新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湖北随州增侯以墓 江陵凤凰山一百六十八号西汉墓 河南安阳商代富豪墓 陕西秦始皇兵马俑 一大批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横空出世 而睡虎地大量琴带竹简的出土 又为这一大发现增添了传奇色彩 李学琴等人发现 出土的竹简不仅新鲜如初 而且墨书文字很有特点 字体的线条由传书为婉的胡笔 变为历书险峻的纸笔 从书法史的角度 那么是非常珍贵的一批资料 那么这个到云墓岁口的情节 是另外又一批珍贵的资料 那么因为它的书体在变化 我们说早期它是一个 完全是一种专义十足的 这样的一种术写方式 但是实际上到了从云梦国殿初简 到云梦睡虎的情节的时候 它已经由赚到利 我们说汉里汉里实际上 在云梦睡虎的情节 已经出现它的利益 云梦睡虎地出土情节 长二十多厘米 宽为零点五到零点八厘米 一千多片竹简或单面或双面 写满了墨书文字 竹简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枚 堪称国宝级文物 云梦县的古墓葬出土了重要文物 使得当地的干部群众十分好奇 迫切地想了解地底下 到底出了啥宝贝 在云梦县文化馆的会议室 李学勤应邀给当地的干部 做了一次讲座 文化馆二楼的一个大会议室 这个参加的人就比较多 也没通知谁来 大家文讯都来了 那当天晚上李学勤讲 这个出土的内容啊 鸦雀无声 在这次讲座上 李学勤当众公布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是 勤带的竹简 鉴于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勤简 十分重要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 湖北省文物部门将勤简运往北京 进行科学保护和研究 陈抗生等一行人的任务 正式护送勤简进京 我们四个人有了一个软卧 有一个软卧把它放到那个行李架上 行李架上没有别的东西 因为这个车厢也就我们四个人嘛 所以也很安全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从全国抽调古文字考古等方面的专家 成立了睡虎地勤简研究小组 由李学勤担任组长 竹简能够保存2000多年而不腐烂的原因 是因为墓葬密封严密 隔绝了空气 同时棺果浸泡在水中 然而 经过漫长时间浸泡的竹简 已经十分柔软 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这个竹简它的水分蒸发完了之后 它就桥了嘛 一变桥了 直接变形了 变形了整个文物都没了 保护好竹简是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 这个任务也很简单 就是每天要换水 每天都得换水 不换水就怕文物遭到破坏 专家们经过研究 决定对竹简尽快进行脱水处理 进行科学保护 同时 李学勤等人对勤简进行试文工作 因为竹简背面的信息容易被忽略 当时 李学勤特别提醒大家 注意竹简背面的信息 那么我当然我遵照它的意思 在文物遭上召向的时候 就每一个背面都翻了一下 有筑简的地方 它有些有泥土盖住的 用毛笔给它稍微扫了一下 就是轻物在五里气到 气掉了就发现了两个题目 就像那渔书 还有风筝舍 因为这两个题目 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概念 观念想不出来的 湖北省博物馆 云梦睡虎地勤简 吸引着游客的目光 这些装入玻璃室馆 已经严密封起来的勤简 今天成为研究勤代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的宝贵资料 因为使量 的缺失 秦代的真实面貌 已经模糊不清 而睡虎地勤简的出现 让人们触摸到了一个 真实的秦国 大哈大的扩充了 秦代的这个历史资料 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 那么当年司马迁 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学当时 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两千多年前 地处西垂的秦国通过 变法图墙 与东方六国经过了漫长的 博弈争锋 最后用十年时间 一举统一了中国 历史学者试图通过考古史料 探寻秦国能够力扫群雄 完成统一的原因 云梦睡虎地勤简的发现 无疑提供了重要帮助 我们通过 社会的勤简 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可以更全面 更深刻 更真实地了解 当时的历史 了解秦国的历史 了解秦文化的面貌 对于我们来说明 这段历史进程 包括秦统一 我们就会有更接近历史 真实的判断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 费景田 种农丧 蒋军工 并逐步建立了完备的法律 使得国家走向强盛 税虎地勤简集中体现了 这一思想 秦代以田律 救院律等法律的形式 将农田水利 山林保护 牛马饲养等 纳入政府法定的工作内容 春季不得打鸟 不得打野兽 为什么呢 因为鸟兽发群都是在春季 那么在那个时期 你如果打了一只鸟 那就不是死的一只鸟 可能是一群鸟 所以说在当时 这个人已经认识到了 这些自然的生物 它对人的生存 它的关系了 这个可以看出 当时这个文明程度的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 收藏着众多国宝级文物 其中有一件特殊的文物 秦代竹简书编年纪 这是1975年 湖北省云梦县 税虎地秦木出土竹简的一部分 云梦秦简中的边年纪 以年代为线索 记录了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 统一中国的许多大事 人们惊异地发现 一部边年纪 一位牧主人 一段战国时代 从列国混战 到走向统一的历史 都汇聚到云梦睡虎地 一个不起眼的港地了 税虎地仿佛就是历史的舞台 考古人员在税虎地11号秦木发掘现场 发现牧主人头枕一堆竹简 竹简的绳线已经腐朽断裂 竹简放置在牧主人枕部 显然牧主人生前将它视为最重要的竹简 它留意最重要 它就放在位置 它最心爱是什么样的书 它放在什么地方 那些书我经常要看你 就像你经常要看你 你枕头边上放的书 最喜欢看你就是经常翻一番吧 考古人员将牧主人头部的竹简 命名为甲族竹简 这组竹简共53支 分上下两栏 大约有550字 竹简以编年的方式 记录了上自秦昭王元年 即公元前306年 下到秦始皇30年 也就是公元前217年 前后共90年的历史 考古学者将这些竹简命名为编年纪 它补历史史料之车 原的历史上没有记载的 但是从编年纪里面我们发现了 通过对出土的竹简书编年纪内容的研究 专家发现编年纪里还穿插有一个名为喜的人的生平履历 编年纪这样记载 45年公大野王 12月甲午鸡鸣时 习禅 秦代在位超过45年的只有秦昭王 秦昭王45年是公元前262年 这一年秦军进攻韩国的隐望 也就是今天河南沁阳 12月甲午黎明 鸡鸣时 习出生了 科研人员通过对税虎第11号墓出土的男性武师进行化验 得知墓主人的年龄为45岁左右 编年纪记载的最后一年是秦始皇30年 说明 喜的年龄有可能是46岁 这让考古人员十分兴奋 因为考古发掘当中 能够确定墓主的具体名字和生族年龄 并且能够知道生平经历的极为罕见 考古学者依据出土文物 以及习所编写的编年纪试图复原他的生活 那么墓主人喜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有过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江 从秦岭南路的发源地一路向南 到达厄北宜城一带 河面已经十分开阔 公元前278年 一位名叫白起的秦国大将 率军顺汉江而下 出敌不义到达了楚国的别都 燕也就是今天宜城东南 现在就是我们看着我们站的是城墙 往西就是城外 也就是胡城河的所在地 往东就是内城 这是城里了 我们现在都站在城墙上 西城 燕是拱卫颖都的军事重镇 秦军在燕城遭到了储军的激烈抵抗 考古人员在燕城遗址楚皇城的东城墙内 一次发掘出数百枚铜足 同时出土了挤 矛等兵器 挤是割和矛的合体 在割的头部装有矛 是具有勾拙和刺激双重功能的格斗兵器 这是铜弩鸡与铜弩鸡用足 金属剑足很长 杀伤力强 还有做工精致 数量众多的青铜器 说明燕的地位十分重要 白起最后在燕城西北筑起了城渠 饮水灌入城中 最终燕城被秦军攻破 今天白起饮水灌烟的城渠仍然保留着 简接着秦军攻陷楚空 楚国最为富座的江汉平原纳入秦国的版图 此时秦国的地理区位优势已经十分明显 中国的地图我们看一下的有两个地区从历史发展上值得特别特别的重视 一个陕西关中 这个关中也就是渭河平原 渭河平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发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就是控制渭河平原之后 它向东就可以控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就是和关中情况非常相似的中国另一个地区 就是南郡所在的江汉平原 它和关中一样 它的自然条件 农业条件很优越 农业出产很好 白起的这次军事行动 对于喜和他的父辈而言都极为重要 因为无论喜的父辈是迁入楚地的秦人 还是楚人后裔 他们从此迎来了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生活 喜在编年纪里有念九年公安禄的记载 说明安禄是楚国重镇 在秦军的这次军中 楚都颖和安禄同一年为秦军功课 楚国曾经赖以立国的颖都 以及江汉平原 已经成为秦国的南郡 秦国统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他很早就把楚国从颖 也就是从后来他设立南郡这个地方赶走了 公元前246年 在关中平原咸阳园上的宫殿里 一位年轻人成为新的秦王 他就是嬴政 此时嬴政还是一位不安适适的少年 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 就在秦王嬴政元年 秦国南郡年仅16岁的喜登记名吉 为秦国服摇曳 他在编年纪中记载为富吉 我们从这个编年纪里 就是岁虎帝秦建立出土 这个叫喜的人 他的经历中大致可以推算 当时秦国大概是15周岁 或者有人推算说16周岁 在这个时候 就是到了一个法定的 被国家增兵的年龄了 那么秦国的增兵是非常严厉的 也就是说战争的需要 它是非常大的 就在喜富吉时 秦国的征兵区域已经十分广阔 秦国疆域北抵长城 南达长江流域 东于寒谷关 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 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的大部 及其东原部分区域 国家根据需要 郡守和县令有权征集本郡县 登记在侧后的男子入 复吉后的喜 两年后就被蒸发参军 喜参加的是攻打魏国的圈 也就是今天河南远洋一带的战斗 圈北林黄河 是河内通往魏国都城大梁的要道 因此秦魏两国反复争夺 结果是魏军被斩首三万 公元前244年 喜在结束攻打圈的战斗后 回到家乡 这一年八月 喜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然后它是欲为史 不是说史官的 这个史实际上就是一个管文书的一个小例 在喜的墓葬中 出土了大量有关秦代法律的竹简 显然与喜的工作有关 正是因为喜成了秦国官僚体系中的意愿 才有条件接触这些来自秦中央政府的律令 同时 他也需要了解这些法律条文 喜因何进入政府系统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他开始学习秦国法律 并且引以为用 应该就是从这时开始了 在税虎第十一号起目中 考古人员出土了写有唯利之道文字的竹简 这支简是属于这个唯利之道 我们看到这个简它是分蓝书写 上面这支简分为两蓝 上面有边年的痕迹 总共有三个气口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个气口的位置就是我们边神的位置 秦国以利为师 官员行为在全社会有着导向作用 陪伴喜下葬的竹简 唯利之道 应该是他经常学习的一部书简 然而第二年 喜又被征调到军队 这次从军的经历不是太长 编年纪表明 喜在当年的十一月回到安路 成为一名主管文书的官员 当时那个行政啊 司法实际上都是一体的 所以他的这个文书工作 有可能他主管的就是跟法律相关的 这一类的文书方面的工作 从编年纪得知 从公元前254年开始 秦推行利谁 就是从小利中挑选人从军 用以增强并力 史料记载 斗石以下十推二人从军 在接下来的时光中 喜度过了他整整八年的唯利生涯 确切的官职记载有 安路令事 烟令事 和治愈烟 显然 这样的工作 同律令和司法密切相关 考古人员 在税虎第十一号墓葬中 出土了铜削刀和毛笔 出土的毛笔已经分化 通过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的笔套 可以想象习使用的毛笔样式 除了毛笔和墨 销刀是必备的文书工具 用以修改文字 销刀还有使用的痕迹 说明墓主人一生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用以写作 南郡安路县地处秦国南端 纳入秦国疆域也仅仅几十年 但从税虎第十一号墓出土的途检来看 秦国的法律已经在这里推行开来 它就是记载的非常细 因为它是夏季 但是仅仅是夏季官吏朝鲜的法律 仅仅是这样 它展示了当时的一个时代 习一生所认官职 都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素养才能够胜任 因此它的隋葬竹简中 法律文书是最多的 共有612枚 这些律名或其简称写于每条律文尾端 在一个崇尚法律 而又处于极具扩张时期的秦国 法律的推行变得极其重要 其必须安数这些条文 每年如果是你碰到风灾 雨灾什么灾情 马上要上报 它这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很细 在种田地的时候 在耕种的时候 不能喝酒 包括喝酒都不行 田绿中有 居田社物感孤酒一条 说明当时对于农业生产 的管理已经十分细致 地处江汉平原的安禄 地势平坦 是发达的农业区 喜作为安禄的令氏 显然要清楚秦中央 关于农业的各项法律制度 是个秦朝的好官吏 他一直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什么秦里杂钞 秦里18种 什么东西 跟他相关的秦国的法律 他都抄下来 可以想象 两千多年前的夜晚 在微弱的灯光下 洗手握毛笔 在窄窄的竹简上 记录下这些法律条文 这支简是效率的内容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会计法 内容是 入合即发漏仓 必令掌力 相杂以见之 除毫如何 入合就是说 骨子最后的时候 即发漏仓 就是这个仓库 进行盘点的时候 必须这些掌力 这些掌力就是掌官 相杂以见 就是必须同时在场 税虎地勤俭 集中体现了更战思想 政府法律的推行和制度设计 围绕着这一理念进行 税虎地十一号目 除了随葬大量竹简外 还有漆木器 铜铁器等七十余件物品 通过这些器物 可以依稀看到 洗生前的生活 这是铜顶 三体足 这是铁斧 用来煮食物 斧的底部 还留有烟熏的痕迹 可以想象 牧主人 生前就用这个铁斧 煮过很多美味的食品 斧上有两个对称的铁环 依然灵活 这个腹身肯定来讲的话 是很高的温度 很烫手了 那么在取放的时候 有这两个环 可以很方便地取放 另外啊 这两个环呢 刚好适合手的抓起 而且来讲的话 它也不烫 这是小口陶瓮 口小腹大 易于储物 这是陶小吴 井上还保留一条缠绕的丝带 玛瑙环 蛇成漆断 放置于牧主人的井下 腹下等部位 出土的漆器数量最多 颜色以红黑色为主 在黑漆上用鹤漆 惠凤鸟 鱼纹等 漆器上还有 氏武君 张二 亭尚 等针刻文字符号 出土的耳背 共有二十三件 大小不一 它是当时的酒杯 金姓酒 倒酒就到到耳背里面去 金姓石 它又是你的焕软 这是漆笔用来盛饭 这是素漆长方竹色 内涂红漆 色泽鲜亮 这一件是梳妆用的 装梳妆用的 这是一半 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 盖子 这是彩绘云龙纹七元盒 上下可以扣合 这是彩绘凤鱼纹七鱼 内底会两条鱿鱼 与一只单足助立的凤鸟 构思精巧 出土的竹器里有桃盒和藻盒 显然 这是喜生前喜欢吃的果品 税虎鲤鱼的十一号母 除了出土许多生活用具外 还出土了六伯旗 当时六伯旗在民间十分流行 下旗消遣 是喜公务之外的一大乐趣 出土的六伯旗 由木旗盘 古旗子和竹伯筹组组成 旗盘的正面 因刻规矩文 六伯旗 以炙头行旗 因此称为六伯旗 可以想象 两千多年前 六伯旗陪伴着喜 度过了许多闲事的日子 然而 平静的日子 往往被战争打破 湖北夷城市的正极镇 皇城村境内 有一座楚国故城烟 又叫楚皇城 今天 烟城残破的城墙 依然在田野里耸立 公元前240年正月 喜离开了安禄 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烟刃职 职务是烟令使 从边年纪可以看出 喜在烟担任令使的时间最长 宜城市博物馆 众多春秋战国时代的 食用铜器 铁器 陶器 车马器等 陈列在展线上 勾勒出2000多年前 烟的社会面貌和时代特征 在烟 喜后来又担任治愈 类似司法一类的官员 税虎第11号目 出土了情侣杂钞 封诊室等 应该是他需要的专业知识 其中有一个勘察犯罪 现场的案例 这是我所看到的 世界上 证查案件最早的恨迹学 他有一个学道 就是把这个墙打个洞 完了以后进去 把这些东西给投走了 证查人员到那 量了这个洞 多高 多宽 土 在旁边堆着 土上边 有几个脚印 有多少手印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说明什么 对现场的勘察 是作为证据的 烟城外不远的地方 就是宽阔的汗水 水面上船只往来 然而 看似平静的生活 随时都有可能被战争打破 喜虽然是一名公务在身的小吏 但也随时可能告别家人 走向战场 公元前二三四年 秦王正十三年 喜又一次开始了 他戎马同总的生涯 这也是他第三次从军 对此 编年纪的记载十分潜略 十三年从军 十五年从平阳军 从这个编年纪里都可以看到 这个喜在秦王正元年开始 他是连连的被蒸发参战 在秦王正十六年之后 在后期阶段 这个战事越来越频繁 作为秦国下层官吏的喜 他或许并不知道 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了 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的战略 往后的战争 秦军已经不再以攻城掠地为战略目标 而是要剿灭国家 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转变 在湖北省博物馆 珍藏着税虎第十一号目出土的 竹简书《语书》 考古人员称之为 南郡守藤文书 这是南郡郡守藤 在秦王正二十年 对下属县道官员发布的命令 同时 在税虎第十一号目出土的边年纪里 有秦王正十九年 南郡背静的记载 学者认为 在秦王正十九年 南郡郡守藤发布命令 进行南郡背静 也就是南郡加强警备的措施 就是配合已经展开的秦的统一战争 秦军急风扫落叶 远在南郡的喜 用他的笔和竹简记录下了这个过程 许多国家在战争中灭亡 但乡野城市的人家 还在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习也记录下了他的家事 霍产和狱中 幸运的是 习在战争中保全了性命 从这个边年纪的记载来看 它的确是全部是记载着 秦统一六国的历次 比较重要的战争 征战反映的习 认同秦统一六国这种举动 公元前217年 喜停下了他手中的笔 他的边年纪也戛然而至 边年纪浓缩了喜 眼里的时代风云 家国往事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勤勉的 一个基层的官吏 所以我们认为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 他作为一个小人物 他也见证了秦统一六国的 秦朝南郡安禄县 一位名为忠的农人 走完了他的一生 埋葬在了安禄县城外 他的陪葬物中 有两件特殊的物品 两方写满文字的目睹 这是他的两个兄弟 从战场上寄回来的信件 信中充满着对于亲人的惦念 两千多年后 这两封来自秦军战场的书信 出现在考古人员手中 1975年 湖北省考古工作者 在云梦县睡虎地 一座编号为四号墓的墓葬 发掘出土了这两方墓读 墓读上的墨书文字 依然十分清晰 显然对于墓主人而言 两封家书有着特殊的意义 考古人员将黑夫和经写给家里的信 命名为十一号墓读 考古人员发现 两方墓读的正背面 均有墓书文字 字体为秦吏 墓读家书写道 二月新四 黑夫经 敢再拜问忠 母无恙也 黑夫经无恙也 信的开头 署名后的日期是 二月新四日 也表明信是写给忠的 黑夫 经 忠 侍兄弟三人 信忠首先问候母亲的身体 然后介绍了黑夫与经 短暂的分别后 又聚在了一起 历史学者据此分析 二月新四日 是秦王正24年2月19日 这一年 秦军对楚国的残余力量 进行了最后的打击 家书反映的 正是秦统一六国当中的灭楚之战 在秦王正23年 秦王启用了老将王俭 作为统帅 统领60万大军 对楚国发动了他最后的 这种歼灭性的一个禁机 楚王复楚从他的都城 今天安徽授出这个地方的影 出发到淮河北岸一个叫平宇的地方 来迎击王俭率领的秦军 结果是秦军大胜 楚军大败 公元前223年 秦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进行了以灭王储国为目的的战争 秦军士兵黑夫 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加了战斗 他们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家里接济钱和衣物 目读家书中共有三个地点 是淮阳 安禄 和返城 安禄是黑夫和京的故乡 他们到达了淮阳 从家书的内容来看 显然淮阳和返城 分别是秦军和楚军聚首的战略要点 当时叫做陈的这个城义 他很早就被秦军控制住了 因为秦军是从北边 也就是说沿着陈这个方向向南进军的 他首先只有攻下了陈 也就是淮阳这个地方 才可能进一步进军的 它是重要的交通出纽 它是战略要地 玉东平原上 有一座遍布着众多湖泊的古城 淮阳 也称为陈 在秦灭楚的战役中 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地位十分重要 秦军灭楚 动员六十万大军 粮食的消耗量十分巨大 没有通畅的运粮通道 战争无法进行 淮阳依托鸿沟水道 而鸿沟又同黄河沟通 粮食的运输变得通畅 当时的运输最好用水上运输 水上运输它是运送一些比较笨重的东西 当时最重要的是粮食 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军粮 就是水上运输在作战的时候 保证后方的粮食供给是一个重要条件 正是因为淮阳的重要 因此家书中有直左淮阳攻反城的描述 黑夫和京作为当时秦军的普通士兵 能够明确自己作为议员战斗员的职责是 左淮阳攻反城 可见淮阳和反城是这场战争的两个关键地点 也反映了战争的态势 那么反城又在哪里呢 这又是一支怎样的反秦力量呢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二十三年秦王傅赵王俭 基经取陈以南至平于鲁京王 史记的技术极为简短 却反映了秦灭楚的战争全貌 这是秦国灭楚战争受到了挫折之后 进行的一次新的军事布局 以老将王俭代替李信 就在王俭率军攻处一年前 秦国大将李信开始了灭楚之战 在这次超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 黑夫和清就是王俭统帅的 六十万大军中的两位普通士兵 王俭的大军一路南下 首先攻下了陈 然后继续向南进击楚军 公元前224年 王俭帅的这个部队 他是在怀仰向南打 然后向东遭到了向燕的抵抗 向燕是楚国名将 就是后灭掉秦朝的项羽的祖父 尽管学者对于向燕的死亡时间 仍然有不同意见 但史记描述的 立昌平军为京王 反秦于淮南的史实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候楚国的这个残部 在淮水以南 共举啊 昌平军 他们打着向燕的这个旗号 借用向燕的这个威望 号召抵抗秦国 学者认为 云梦睡虎第四号秦目出土的两封家书 反映的正是秦灭楚之战 秦军剿灭昌平军残部的战争 当昌平军在淮南被推为楚王时 黑夫和京所在的部队 协助原来驻守淮阳的秦军 进击楚军 作淮阳攻反秦 这是说帮助在淮阳这里 作为大本营的秦军 来攻击向燕昌平军的造反 家书中有 攻反秦九伤未可治的字句 说明向燕以及昌平军率军聚守反秦 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在睡虎第四号目 出土了京写的家书 考古人员将它编为六号目睹 战争的进程很快 战场上 京在目睹上写道 母得无恙也 前一 愿母姓前前五六百 不谨善者 无下二丈无耻 黑夫和京给家人写完第一封信后 没有收到回音 京怀着焦急的心情 又写了第二封信 信的大意是 京问候母亲身体是否健康 京希望母亲能够寄五六百钱来 不要仔细挑选品质好的 至少要二丈五尺 这封家书透露出 京对于母亲的惦念 也表现了他在前线 对于衣物和钱的积蓄 那就说让家里 让他母亲直接让人把钱给烧过来 他们在当地买 那其实这个我就可以反映到 当时可能秦代的一个制度 士兵的有一些物资 包括这种衣服和这种服装 可能这些物资是需要自己提供的 就可以看到可能他的这种 全民动员的这种战争体制 黑夫和京所写的家书 也让今天的人们 依稀看到了这场战争的一些细节 京在写第二封家书时 已经在攻下来的返城中 他写道 为京是四 弱大发挥 因为城中极不安全 还有伤亡的危险 京祈求家人为他祈祷平安 就可能奴占卜 只占卜了不吉利 因为我们在这个 攻打这个缓判的这个势力中 学者认为 目读家书反映了 楚国昌平军领导的反秦力量 十分顽强 秦楚两国将士殊死贫杀 黑夫和京兄弟两人的处境 十分危险 如同一只庞然大物的倒下 同秦国数百年抗衡的大国 楚国最后的灭亡 悲壮而惨烈 家书中有 文新帝城多空不识者的描述 说明当时楚国反抗秦国的战争 十分激烈 人口流散十分严重 到了战国时期 扩大自己疆土 把别人的诚意抢过来 当做自己的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它不是灭国 从秦王正十七年开始的战争 性质完全转变了 它是要灭掉一个国家 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一点退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反抗必然是拼死反抗 烽火连天的战争 遮掩不住一颗思乡的心 远在战场的经 牵挂着家中亲人 他希望忠照顾好自己的妹妹愿 说千万不要让他 到太远的地方砍柴 还希望忠不要去新地 因为那里盗贼多 而且连用了两个极字 战争是残酷的 但除了杀敌利公 战争中的岁月 一如往日 经在目睹上 写下这样的字句 用圆柏钱 是福仪即死仪 经借了一位叫圆柏的钱 他十分着急 连用了三个极字 透过目睹上的文字 今天的人们 仿佛走进了两千多年前 秦军士兵的内心世界 黑夫和金最后是否收到 来自安禄故乡寄来的衣物和钱 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他们参加的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果 史记有着明确的记载 破金军 昌平军死 向烟碎自杀 家书中出现了众多人物 除了母亲 黑夫 经 中外 还有东士济须 王德 英济济 吕英等 远在战场的黑夫和经 最惦记的是他们的母亲 他的媳妇和妹妹怨 也让他十分惦记 黑夫和经 还问候了许多亲友 有英记记 西洋里的吕英 贬里的严正 两位老人 一封薄薄的目睹家书 透出浓浓亲情 那我们就反思说 秦代时期 人们的这种人际关系 或这种亲情 从这个家书里头 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人们的这种亲情关系 非常浓厚的这种人情味 我觉得也是能够体现出来 税虎地 一个平常的港秋之地 尘封着两千多年前的乡村野去 浓浓乡情 这是税虎地秦代墓葬出土的器物 这些器物依稀勾勒出 黑夫和经 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风貌 这是彩绘云龙纹七元和 七器在当时是高档的用具 木胎 以红黑漆涂绘绘为主 这是素漆碑 这是素漆圆帘 帘内放置铜镜 木壁各一件 这是铜镜 京的媳妇 心腹 还有妹妹怨 他们在这样的铜镜里 都看到过自己的容颜 这是陶府 两千多年前 这些器物曾经支撑起一个 向往富裕与和平的家 这是墨和燕台 燕和盐墨石都用鹅卵石打磨而成 便于抓握 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两封家书 说明了黑夫和铜镜从战场上发出的家书已到达家中 可以想象母亲和钟收到黑夫和铜镜的来信时是多么高兴 然而他们又心急如焚 那么家书是如何到达安禄家中的呢 就是政府控制的这个邮递系统的方式把这个传递上来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当地这个官员直接派人往上送达 当时的邮递方式也非常健全 因为秦对于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两封家书 使得当时许多社会经济情况显露端倪 如私部的价格 货物的流通 以及军服的来源等 从武汉去往襄阳的铁路线 经过云梦火车站 又向远方延伸 云梦睡虎地秦代墓葬 就在云梦火车站的旁边 考古人员在这里 没有发现黑夫和经的墓葬 两封家书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这个墓主是谁呢 为什么会这么重视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这个墓主很可能 就他的黑夫跟经的各个中 可能他这两个兄弟 后来就跟楚人打仗的时候 牺牲了怀恋他的兄弟 所以把他作为自保 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后来黑夫和经在战场上的命运如何 也许永远成为了一个谜 或许在两千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中 黑夫和经告别亲人和故乡 走向了遥远的战场 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的有血有肉 他们的感情生活 他们的家人 对他的亲手 那种赚念 那种怀念 他们兄弟之间的相受 都感人支持 这封家书 大的方面 我们是看到一个国家统一的进程 小的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庭的垂项 武汉市东湖支盼的湖北省博物馆 建成于1953年 今天成为展示 京楚悠久文明的所在 博物馆里珍藏着黑夫和经 写给亲人的目睹家书 两千多年前 黑夫和经写给亲人的书信 也写给了今天的人们